剛才你也說過一個論點 你覺得最近業績是不直搏的 很多公司寧願去看完業績 才再決定部署 但其實現在我想全香港 可能有一半股民都在看著騰訊 你覺得是否還是等他們的業績才搏 還是現在都可以考慮吸納小線 剛剛也說都是等完業績出來才搏 為何騰訊突然會有個例子 為何要優先這樣做 優先 其實真的想不到有甚麼因素 有甚麼突然間要去業績設 是突然間去買的 騰訊的業績大家都心照 就是整體的表現相對地比較平衡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股價跌倒策 出完業績之後市場會想到 有些跡象顯示是最壞的事有異果 有的 但是出完業績之後 你看到資金肯去買 到時候才去追 相反地如果你說業績前要去買 就是長線看好 分柱吸納 之前都已經買了 問題就是300元這些位置 是不是你一個交貨的司機 所以如果這個角度上 純粹因為業績這個因素 選擇去買騰訊 我覺得出完業績交貨才買 不需要這麼心急